那么在美国人的眼里 这就是一道令牌 那么对于日本而言 它更像是二战之后 靠在自卫队身上的一把加锁 但是随着美日两国联合修正的新版防卫指针 中期报告取牌 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也将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度 2014年10月8日 据外国媒体报道 美国和日本在东京举行的外交和防卫部长级会议上 公布了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 报告在开篇就明确提出 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今后美国在保护日本安全的同时 日本也要配合美国在全球开展行动 为此中期报告特意删除了 现行日本防卫合作指针中有关周边事态的提法 并转而调整为强调日美同盟的全球性质 据称这将是自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 自卫队职责进行的一次重大转变 虽然美日双方修订新版 美日防卫指针的具体谈判细节 并没有对外公布 但外界普遍认为 两国以此次修改防卫指针作为借口 大幅拓展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并极力推行从平时到灰色地带事态 再到战时任何阶段的无缝合作 这在事实上已经展现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 有分析人士据此判断 美国和日本在此次军事合作问题上 呈现一拍即合的现象 其背后一定存在着各自深思熟虑的利益考量 而与此同时 随着新版防卫指针修订步伐的加快 美日同盟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有消息称 为了配合自卫队走向世界 今后日本士兵中配备进攻性武器的数量 恐怕也将逐渐增多 而防御性武器的比例则会越来越少 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只要有所谓的出兵需要 哪里有美军 哪里就能看到日本自卫队的身影 我们也看到日本它确实有这个野心 想要乘坐着美国这艘大船实现它出海的目的 那么就在日美合作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日美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1978年 为了应对当时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威胁 美日两国共同制定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其内容主要包括了日本本土在遭受侵犯时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应该如何协作防卫等应对措施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当冷战结束后 这份防卫指针却并没有因为所谓威胁的解除而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则是 在1997年对这份防卫指针内容的一次大幅度修改 而通过此轮调整 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毫无疑问 也由日本本土进一步扩展至周边地区 实际上由于力量和地位的差异 战后的日美关系一直处于美主日从的格局 不过随着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多次修改 有分析认为 美国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控制能力 已开始呈现日趋减弱的端倪 而一旦长期发展下去 将很有可能打破这道 长期维持在两国之间美主日从的权力填平 然而美国似乎已经对此有所察觉 就在此次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发布的前几天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刚刚提名了日裔海军上将哈里斯 出任下一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司令 而人们除了对哈里斯丰富的实战经验 给予广方关注外 不少媒体也对其特殊的日裔身份进行了双重解读 他们认为美国选择一名日裔上将 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 从表面上看是在向日本政府传递善意 但实际上 作为历届太平洋舰队中 作为熟悉日本文化的一位司令 哈里斯比任何人都清楚 日本人的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 所以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确实发现日美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 而现在日本向全球迈进的步子也是越来越大 但是最近日本有一个举动非常引人专注 那就是他陆军的装备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2014年10月13日 据媒体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着手启动了新一轮装甲车辆的更新换代工作 而按照计划 防卫省将在今后的十年里 将陆上自卫队的坦克规模 从740辆大幅削选至300余辆 而作为补充 防卫省还将采购约200到300辆自主研发的轮式机动战车 有消息称 这种最新研发的轮式机动战车 将作为一种更具灵活性的车型 替代陆上自卫队目前正在使用的三种主力型号坦克 而与此同时 就在日本政府高调公布 这项大规模战车建造计划不久 美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对此表示了支持 而对于美国此举 许多分析人士纷纷表示 这是美国在对日本扩军问题上自信一面的展现 美国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日本的发展方向 不过虽然赢得了美国的支持 但日本经济的现实状况 却令这项规模庞大的战车建造计划 不得不蒙上了一层阴影 根据有关数据的显示 截止到今年8月为止 日本贸易所呈现的逆差 已经持续长达26个月 尽管日本政府仍不断强调 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温和复苏的阶段 但不断生产的贸易逆差 以及并未得到改善的财政赤字 已经清楚地显示了目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真实状况 而这已将成为自卫队新型轮式战车建造计划 能否如期完成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随着近期叙利亚局势日趋营峻 美国逐渐加大了对游荡在叙利亚边境地区恐怖分子的空中打击力度 面对极端分子不断反扑的气焰 及时输送地面部队进行支援 便成为了一项迫散离结的事情 然而正当美国被寻找盟国军事支援而头疼不已的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出乎意料地 对美军的空袭行动公开竖起了大拇指 甚至表示作为盟友愿意为美军分担一切烦恼 我们看到美国一直声称说要遏制 位于叙利亚地区的极端恐怖分子 他们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空袭 那么就是在这种高密度的空袭之下 好像是对方反抗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了 所以美国再次陷入到一种尴尬并且危险的境地 他现在急切地需要盟友的加入 那么究竟谁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呢 2014年10月15日 据外媒报道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 对盘踞在叙利亚边境的极端组织进行的空中打击仍在继续 截至到目前为止 美军已经对恐怖分子发动了将近200次攻击 不过这些从空中落下的炸弹 却并没有阻止恐怖组织前进的步伐 有消息称 极端武装分子已经相继攻占了多个叙利亚边境城市 而要想彻底遏制这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 出动地面部队便成为了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然而面对愈言愈烈的叙利亚局势 在打击恐怖分子问题上一向保持热心的美国 却并不打算派出自己的地面部队 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自己盟国的不停奔走游说 不过在是否派出地面部队的问题上 美国的众多盟友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作为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大国 土耳其始终对出兵一事保持沉默 而见此状况 美国在要求盟友派出地面部队的问题上 也开始失去了担心 对此美国副总统拜登 更是在不久前的一次对外政策发表演讲时 公开指责土耳其 只知道搞垮叙利亚巴刹尔政权 却在美国现在所急需的派出地面部队的问题上 保持沉默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对于盟友的支持其实非常的渴望 但是这些盟友的动静却不是特别大 而就在这个时候 日本却是站了出来为美国排忧劫难 2014年9月26日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表示 为了防止叙利亚局势进一步恶化 鉴于叙利亚政府已经无法遏制恐怖分子 近期 以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发动空袭叙利亚的举措是十分及时的 而作为美国的坚固盟友 日本将配合美军并为其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 然而对于日本首相的此番向美国公开抛出橄榄枝 一些美国媒体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读 他们认为随着美国对日本自卫队进军全球的逐步松绑 美国对于日本的依赖程度也将越来越深 而最终当日本军事力量极力膨胀的时候 美国将成为第一个被反噬的目标 在美国与日本进一步修改防卫指针的背景下 美国为了一时利益而产生好奇心 一厢情愿的以为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 便可以继续维持其分布广泛的全球利益 然而在诸多问题上 美日之间的利益需求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 日本此举的背后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相信时间会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情最前线 我是军事科 谢谢大家